据日媒报道,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近日发布消息层 曾对经过多核素处理系统进化后的浮导核电站核污染水进行采样分析 发现C90的活度浓度约为日本国家标准值的三倍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也注意到上述报道 这充分说明国际社会在日方数据可靠性、进化装置有效性 环境影响不确定性等方面的关切是完全合理的 日方在核污染水排海方案存在诸多疑点 国际社会的合理关切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 执意强行推进排海方案及排海管道工程建设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太平洋不是日本的下水道 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停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 认真回应各国正当关切,切直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 与包括周边邻国在内的利益攸关方和有关国际机构进行充分协商 以科学、公开、透明、安全的方式寻找核污染水的妥善处置办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